在门口楼梯上 我又被投为礼物了 这个小女孩打门得好漂亮呀 哎 有着纸条 幼稚 你玩吧 我去啊 原来是不愿意玩的才给我 谁啊 这么仗义啊 包装上说可以做成挂件 还能做成布局贴和冰线贴 看起来是个手工玩具 走 回家看看 拿着玩具到家啦 从这盒子的破损度上看 估计被压小体很久了 打开看看 不过里面好戏 带了一份说明书 看起来很简单 有一袋布片 五颜六色的 还有一袋小食品 这好像是冰箱贴的死点 真是太稀稀了 一包迪卡 款式好多 拿出创作台 第一次做 先选个简单点的 撕掉后面的摘贴 放到海绵垫上 拿出出桌笔 然后开始 选择对应颜色的布 戳起小豆脸 不好意思 我忘记和尚挡满了 再换个别的颜色 这都好写呀 这玩意对小学生来说 可能有点幼稚 但对我来说 刚刚好 完成了 这就太好玩了 把图案取下来 找到被贴 给它贴上 正面再用钻石装饰一下 最后给它来个链条 做成挂件 是不是很好看 我还想再做一个 是不是也很好看 真不错 又是完美的一天 那拜拜了 各位 各位 谢谢大家